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今天我们讲一个面向当中的重点 口为出纳宫 又称为人身之海门 海受 我们说海纳百川 口则受纳百位 海不厌大 故口不贤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海跟口 口跟海是相对应的 海不厌大 所以说口一般大一点 会好一点 人生来讲 口生的比较端正厚实 平时不乱吃食物 也不乱说话 为之有口多 如果是贪惨无厌 叫贪得无厌 或者是 毁谤他人 或者是造谣声势 或者是信口开河 或者阿姨奉承之言 讨好上司都称为口贼 口贼 小偷的意思 口贼 那么口的形状 以方广 又棱角为贵 所以说 形如脚弓 是指上存和下存 人中之间 上存和人中之间 形成这种 这种勾形的 那么人呢 是主福寿 方广厚三字 是项口的要诀 方呢 自然呈方形 如果是呈四字形 尤为可贵 广呢 就是广阔 张开口能够放一只拳头 堪称为上相 那么闭上口呢 却又显得非常小 就是说这个口的 这个嘴的这个弹性 非常大 你不说话的时候 很小 那么一张开口就很大 所谓的这个 这个 开愈大 何愈小 并且呢 上存跟下存之间 必须吻合 相书有说是 两存 这个相互好文章啊 就是说 倘若上存 不能盖住下存 相法认为 男必多诈 女必客夫 上下存呢 撮合 或者是像吹火一样 像喷水者 那么属于猎相 口角下垂者多忧啊 无故流淡 就是流淡 就是流口水啊 那么 这种人呢 是比较贱啊 那么口相鸟嘴呢 这个名曰鸟 鸟惠啊 鸟惠 那么这种人呢 是很难相交的啊 很难相处的啊 那么口也要有棱角啊 如果是口 这个唇呢 往外翻啊 不论是上下唇 都是非忧之相啊 非忧之相 又有一种人呢 在不再说话的 在不说话的时候 嘴巴也 也无缘无故的 自动张开啊 我们称马口啊 马口 欺人呢 浮路比较短缺啊 而且呢 说话或者笑的时候啊 牙吟外露 或者不言不笑 也露出牙银 牙齿啊 那么这个是浮路欠好的这种面相特点 相口也讲究颜色啊 就是说 比如说 一般的人的话 这个牙齿外露不是好像 但是有些人偏偏牙齿外露啊 身居宝贵者 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他偏偏牙齿外露 但是他是一个富贵之人 就是因为其人呢 唇红齿白 颜色 圣人一筹啊 而且人中身长啊 比较这个有这个有勾啊 那么人中 口唇呢 不但要红 而就要润泽啊 切记枯暗 像书上说这个 唇黑者见 唇青者霉啊 唇黄者病啊 可是整个口腔呈现一圈黄色 但又是急昌 所以需要注意 无论是花 黑青都不易入口 黄色入口多是非 青色入口有灾难 黑色入口是有处于困境 口入寒丹啊 记忆高强 如果同时这个相口的时候啊 不需要留意上下口的这个纹路啊 上下口的纹理要相好 子孙必多啊 如果是口角之左右啊 有这个粗纹者主胸啊 纹理入口者饿死啊 那么耻者骨之鱼啊 以长大尖时洁白啊 排列标整齐为为为贵啊 那么当门门门牙的这个两个耻啊 为这个这个是内学堂啊 前面说过 那么如果是这个门耻啊 就是门牙嘛啊 短则命烟啊 权则有生 但是不可过大 过大者是房客父母啊 所以这个牙齿跟口是仅仅仅相 相连的这个一个一个命项 一个这个项术啊 项术里面牙和齿是相连的啊 一起讲的 好了 有关这个口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